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自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 已经筹集了约5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而这一筹款额前所未有 超过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自接棒拜登以来 哈里斯受到了选民热烈追捧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称 在7月筹集了3.1亿美元 使他和拜登筹集的资金总额超过了10亿美元 这是历史上最快突破这一筹款门槛的一次 而哈里斯8月以来在关键摇摆州举行的集会 也吸引了大量小额捐款 相比之下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 他们在7月份筹集了1.387亿美元 手头有3.27亿美元现金